感谢收看三小大叔为您带来的刀腿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木洪连赛第13赛季的春节Major 他跑代赛胜刀组手轮比赛的第一场 米克马对战EG 这是双方BO3的第一个场次 第一个场次BO3的第二场 这样说的话比较准确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BP 双方还是没有人去搬小鱼 也没有人去搬猴子 看看EG这边要不要去 以这两比赛看看要不要去自己拿猴子 或者说前两手先怂一点 先怂一点拿酱油 我猜猜这应该会选择先怂一点拿酱油了 米克马战队其实现在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后法 就是说我前两手也拿这个 也拿一个酱油 然后拿一个能够去克制这个小鱼的酱油 因为对方有可能会选择在第二手拿小鱼 然后再四五手去搬这个猴子 很大概率会这样去的 末日大树居然也不问 相比那些英雄而言的话 尼克马战队的老陈大牛的威胁明显是要更高 火猫这个是一个非常稳妥的男人方式 火猫这个英雄通常情况下交给Miracle去用 然后呢W3那也可以取 所以说在最后一手还是拥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如果你去拿小鱼 然后四五手没有搬猴子 我还是可以拿猴子打 你要是搬猴子的话 拿了小鱼的话呢 我在这个 四五手的位置还有一个末日 如果你要四五手搬一个猴子 搬一个末日 那我能选择英雄的很多了 DG还是选择先拿了萨尔那加 萨尔那加 萨尔那加体系 萨尔那加这个体系实际上是一个 什么人用厉害呢 就是说 想法越少的人用这个体系越厉害 想法越多的人用这个体系反而越麻烦 很多体系其实是你把它 你把你的这个思路明确了 然后呢把你的操作简化了 技术的难度和操作上简化了 想法减少一些 最容易把这个套路体系的作用发挥出来 我们之前看很多队伍拿萨尔那加体系打不好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想的太多了 他们总想着说 我拿着萨尔那加要完成多少多少事情 其实睡住对面大哥 框住对面大哥 把对面大哥弄死了 你这个体系的任务就达成了 不要想着说 我要拿马格纳斯大五个什么潮汐大五个 马格纳斯大五个 然后呢我再萨尔框大五个 不要想着这种操作 没有意义的 就踏踏实实的睡住你大哥 把你大哥用A上萨尔达照住了 然后强秒 你这边买活我都跑 就这么简单 非常非常简单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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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手搬了一个死灵法 然后搬了个伐木机 搬了一个W33的伐木机 尼克拉这边则是搬掉了一个眼魔 搬掉眼魔的话那就是Miracle的火猫了 但是这场比赛光靠用Miracle的火猫不够 Miracle的火猫要后进场 第一时间先进场的话会被对方直接弄死 其实打萨尔那家体系有一个很简单粗暴的选择 就是拿骷髅王 打对方末日 还要打萨尔那家这种废大哥的体系 你就拿骷髅王就完了 相比赛对于尼克玛来说的话 他们在三号位的位置上还有一个亚伯顿可以考虑 然后也可以考虑去用奶妈来抢宝 用奶妈来救也行 打萨尔那家体系还有一个选择是神域 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抢宝人的 如果你不打算拿这种抢宝人的酱油味的话 你就拿一个能在前面去吃两套技能的 这样的英雄就可以了 你萨尔那家空大谁 我就给谁一个磨免 一个大 然后再加上一顿抬血 对吧 队友再有个人有没啃之类的就更好了 或者说拿一个亚伯顿 直接给个翁顿 然后拿一口 让这个人尽可能在里面多狗一段时间 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把他救起来 就多狗一段时间 可以 等我从这儿落枕了吗 不是 是他对我的这个歪头的动作判断的比较 比我自己歪头的这个幅度要大 所以我稍微歪一点 你就感觉他这个头歪的特别多 这场比赛尼克曼又是拿了神牛 神牛巫妖加上一个火猫 那么三号位 这场比赛黑贤 黑贤是一个选择 如果对面打团队的时候不鸟你的SNK怎么办 不鸟SNK的话 你就被SNK砍爆呗 货王这个英雄输出可不敌 只不过尼克曼战队没有打SNK这个英雄的传统 他们在一号位的位置上选择 宁可拿TB也不会拿SNK的 小强 好针对米尔克曼战队 比赛这个阵容 好针对米尔克曼战队 第四手拿个黑弦 黑弦加圣牛的组合又来了 有雷了 这个组合实际上就是 这个组合实际上是换了个思路 换了个思路打 换了个什么思路呢 就是我不让你睡我 或者说我在让你睡我的时候 你睡不到我的大哥位 我在前面露出来的就是黑剑跟神牛 就这俩人露出来 然后你要是愿意睡的话 你就睡我这俩人 睡这俩人的话没用 然后我这边就直接通过一个火猫的后切入 就把这个团战给打下来就完了 如果你要是说不睡的话呢 我黑剑拉墙接神牛大 然后接上一吨空和爆发 我直接把你小弹加秒了 EG拿出来了一个小鹿 这场比赛 EG也是使出浑身解数了 小鹿也逃转了 这样的话1号位RTZ的小弹加 然后呢3号位的小鹿应该是 应该是3号位的小鹿 然后4-5号位的小强加上萨尔 这个版本应该不存在3号位小强的刷板吧 其实3号位小鹿现在也不厉害 3号位小鹿它现在是比较硬 它跟以前的版本相比的话 它更硬 但是输出比以前要低 战线比以前厉害了 但是输出比以前要低 那么就剩最后一手中单了 中单的话呢 另外战队这边占了一个便宜 就是在BP上面他们多了一个风行 多了一个风行对方需要防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你自己拿蓝猫怎么样 蓝猫这场比赛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方控制这么多 拿个蓝猫出来 很容易直接就没了的 而且蓝猫这场比赛 没什么能切的人啊 切神牛 带着紫园去切神牛 巫妖顶你 切巫妖的话神牛板你 最后一手搬掉了W33的米波 这个阵这个搬的 自己床身的米波 其实相比W33而言的话 有绝活得多 但是他们选择是把W33的米波给断了 没有去搬掉W33的风行 这场比赛拿风行的优先级 还可以还可以可以用 不是不行 然后这场比赛用TA的话 也可以 TA这个英雄也是个选择 当然如果床身自己拿TA的话也行 你拿TA的话我就拿神灵武师 或者是拿 拿这个英雄的话 我怎么感觉可以拿神灵武师的 这输出好低啊 EG这个阵容在前期 哎 神灵武师好像挡不住的样子 当然考虑到打蓝猫的话 神灵武师可能稍微笨重了点 TA的话有可能需要拖的时间比较久 感觉相比之下风行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而且风行平常比赛可以秒小路 这个是风行很大的一个优势 蓝猫这个英雄反正是祖传解读英雄 尤其是对于EG这支战队来说 更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床身现在的这个英雄池 基本被卡死在了这么几个英雄上面 就是一个帕克 一个蓝猫 其他的英雄你基本见不着他用 而且EG这场比赛 整个阵容的这个输出都非常成问题 到目前我们能看到 就是有效的输出点 似乎就只有小路一个 王人拿了哈斯卡 这场比赛神灵这个英雄 确实拿出来以后就会感觉打不死 EG这种打不死这个哈斯卡 小路呢可以依靠自己的一个大镖 能够对这个哈斯卡形成一定的威胁 但问题在于 没有其他人能够去同时配一个高输出 然后帮你杀这个哈斯卡 而对方这场比赛有一个巫妖的冰甲 可以去减免掉大部分其他英雄 带来的物理伤害 看发挥吧 这场比赛我反正还是觉得 Nigma的阵容看起来舒服一些 至少是在这个 针对性上面来说的话 他们没有去落下风 问题是W33的哈斯卡不太会 我觉得这个说W33的哈斯卡不太会 这个好像有点过分了呀 感觉W33英雄吃浅的原因是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觉得马桶英雄吃浅吗 对吧 他不是这个英雄英雄吃浅 而是给到这个位置上 感谢咱们这位观众大佬的打赏 如果你这个跟我起一个同样的名字 然后用一个大美妞的图片来当做头像 这你让我怎么感谢你 我感谢我自己是吧 女版三号拉书 你看现在马桶的这个 英雄池对吧 它就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然后你看当年的这个马桶的英雄池 基本上就绿色系英雄 拿出来的所有的英雄都是绿色系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你忘记W33哈斯卡致灭了吗 你自己解说的 那场比赛是哈斯卡的那个致灭 拿一直拿在手里 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Fraid的小强 那么拉米奇斯的三后位小路 这个哈斯卡拿出来以后 反正是不太好打 这场比赛比较适合去出大骨灰 就是魂之灵梦的 应该是小强或者小路 理论上来说小强出最合适 但是小强是个四号位 这个魂之灵梦对他来说有点略贵 有华语解说才赞 假如苏米尔去老液体 苏米尔来老液体没啥用啊 任何一个战资源比较多 需要自己修操作的选手来到这个 尼克马战队都没有用 尼克马战队需要的就是一个能够去使用一切这种工具型中单位 然后不抢尼克封头的 能够让资源还能干活的 他需要的就是这种人 W33来了 其实战队最大的优点也是在于他可以去打一些像风行啊 像TA啊 像神力武士啊之类的这种工具人 当初马战在这支战队的时候 他能够去跟Miracle一起拿到一个天爱冠军 也是因为他有一些自己的绝活英雄 比如说玉木蜘蛛 然后包括还有就是个别比赛当中会选择让他用狼人 偶尔让Miracle去打中单 然后他去用狼人 他的狼人以及他的德鲁伊去带线 牵制对手 都是他们之前能够去拿到一个好成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再加上马桶不去抢Miracle的一个资源 这些都是他们能够拿到成绩的重要的原因 你给他们一个像宋妙啊 像是什么包括像Maybee啊等等 包括像这个通过战的Orea等等这些人 这种的终端的话没有用 跟这支战队不贴合 不是说他墙就放在一起就厉害了 5个科比放一起也能打球 5个詹姆斯放一起也能打球 但是只不过就是他效果没那么好罢了 就得想大家通过一个卡位顺利地拿到了一个神符 这个神符抢得还是很美啊 EG直接是开局四伏 美滋滋 你应该把这边前期抢符这个抢的真是有点炸 因为神牛跑去断兵了嘛 他需要用自己的第一个板去断兵 所以走位上面需要靠后一些 没有去参与抢符的这个工作 好吃啊 这两个人也是有点意思 这边比赛应该是又卡了 然后这个RTC告诉说让Mirco赶紧把他搞好 Mirco说兄弟我再努力了 这方面也是有点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这场比赛还是情绪都还是很好的 这个比赛继续 五个FY 五个FY的话会出现这个对方的英雄剩被打两下 然后就能击杀掉的空血让猴生 差最后一下的时候你永远不用担心 但是差最后两下的时候会出现没有人打的情况 这里拉美西斯因为小鹿这英雄现在前期是没有不可侵犯 他这个东西又变回大招了 所以也是比较尴尬 当然了这个变回大招也有相应的一个效果 就是无视技能免疫 你的BKB打我也没有那么舒服 这边又暂停了 又暂停了以后还没等这个RTC说话 Mirco直接就告诉我 无法修复 抱歉 这帮人好贱啊 这服务器这么烂吗 其实不是服务器的问题 它这个是现场的带宽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你租这个现场的场地的话 它使用的都是你租用的这个场地的带宽 是用它当地的这个宽带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商用宽带 它有的时候不太好使 而且有很多地方它这个商用宽带可能很古老很老旧 有这种情况发生 是温室效应磁场造成的 温室效应导致了海平面升高 导致了磁场变化影响了比赛的福气 这比赛不能重开吧 这个比赛像这场比赛打成这个现在的现有的这个局面的话 重开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是可以重开的 但是重开也没用啊 你重开它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线路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重开 如果你有能力 哈哈哈哈 How did this happen 哈哈哈哈 嗯 米尔哥要告诉说 我们不能重新回到酒店里面去打了 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打比赛 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待在这打比赛 我们不能回到酒店里打了 他现场的那个宽带可能是不行 现场那个差点意思 大叔解说很好 大叔是个很好的教练 我是一个我可以去带领一群这个 带领五个这个1500分的同志们打赢5个1400分的 我相信我还是有这个实力的 非常好 大概率可以成功 好吧 我说这比赛有开门试吗 不知道 没有看 应该会有吧 能调 吧 阿 阿 他 好 这边重联成功了啊 重联成功了 锅带就去带1500分的了 齐齐哥来修一下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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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已经恢复了 同志们 不要紧张 好 又断了 成功的又断了 今天看来这个确实是国外的宽带国际的互联网有问题 不是咱们自己这一个人有问题 我们再换一个服务器试一下 这边直播又断了 但是不影响咱们录制啊 录制还是有的 咱们接着看 这些火猫 哎哟 这些火猫一下来就是要消掉一波一血 来 死了 没人过 火猫一上来就被对方拿了一波一血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是一个4伏加一血的开局 还是很爽的呀 4伏加一血 而且上路小拿家的葡萄树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是相当的逆天啊 10-8的一个正反部 而火猫现在只有8-3 小路现在是8-0 中路两个人的正反部情况现在差不太多 那黑咸现在4-2 神牛也是拿到了3个正反部 行了 咱们这边也是 咱们这边不行啦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网确实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我无解呀 同志们 看这边 买卡车的黑弦 这个血量又是很危险 有机会能杀吗 这里打出来一个被动 但是还是追不上 还是差两下吧 差两到三下 如果能出一个被动的话就两下 但是我们直播间炸了吗 是呀 今天的这个直播 转发呼吸不太稳定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前期的兑现呢 现在来看火猫和这个神灵武士两个人的补刀已经追上来了 想拿家这段时间的补刀数呢 是停在了 这个8个反部没有提升 正补多了4个 但是反部没有变化 将比赛前期现在来看从经济上 那么由于中路和上路的补刀优势 目前已经 中路和下路吧 中路和下路的补刀优势 现在这个经济上追回来了一些 给上一个冰甲 小路一个大标 两下 Miracle这波又没了 临死之间拼掉了对方的一个小强 还是很强 那这样的话变成了下路的一波一换一 Miracle先拿到了Crate小强的一个经验和经济 但是呢 被对方的小路拿了一波单杀的经验 看看神妞有没有一个板 哎 这个东西就烧死了 漂亮了 然后W33的神灵武士在中路单杀了一波长城的蓝猫 这个神妞在旁边混了一波经验 两杯子子 大叔叫奇迹哥来修一修啊 他不行 他连现场的修不好 使不上他 这个还得靠自己 这个位置好像人家的幻象还是在跟着 所以要尽量躲一下 这里神妞过来 利用自己的一个板 抢了一个神符 萨尔这里还差三个平A 哎呦 这还出个miss 他出个miss就太大了 有关是说这个 今天的这种就是说 转发服务器出问题的话 有可能就是说 今天可能互联网整个的一个大环境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理论上来讲 他们的比赛所用的这个服务器 跟前几天应该是一样的 线路应该是一样的 然后W3在中路 这个地方炸一下 还是被打死了 这里床神最后是给了一个平A 然后原地放了一个残影 触发了一个被动 利用超普和带走了对方 这里开一个奔腾 然后往上走 绕回去了 下路Miracle这个地方 一直贴着一个拉米斯兹 这里再给一个攻拳 nice 极限 这位这拉米斯兹因为是贴脸了 所以大招没效果 不会产生个有效的一个伤害提升 所以这边强情是被火猫给拼损 双方战斗数目前3比3平 EG还是领先这1000加的一个经济 可能现在是28-12的一个正反补 正路蓝猫呢 在野区这段时间开始补经济 再加上刚才击杀了一次W33的这个神灵武士 所以把经济上面要重新拉开到了开局的一个差距 开局四伏的一个差距 黑贤恩这个地方空血 在对方家里溜过了半天 还杀了一个萨尔的小鸡 那个I-O miracle这个位置 这场比赛真是打不过对方 这没办法 这里黑贤恩没了 黑贤恩也死了 这场比赛这个 你干嘛在对啥前方的 哪好处 这黑贤恩刚才这个血量 其实直接TB回家就完了 没有必要在前面这么浪啊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清掉这波线 然后直接踢到这个正坛 打算是踢到圣坛的 圣坛那个地方 然后来回退一下 你看见蓝猫定住 再拍一下 这里黑贤恩再往上追 蓝猫身上的加速神符是刚刚才吃出来 所以时间还要很久 这样追这个蓝猫就没什么意思了 神灵武士继续在中路去发育 看下个人经济 现在小蓝猫的经济全场离蓝猫和神灵武士 以及小路的紧随其后 这一手 啊 火猫 抱歉 火猫和神灵武士 小路的紧随其后 蓝猫的经济稍微差点 小强的经济现在是比对方的这几个英雄都要有钱 比对方的345都要有钱 这样比赛黑贤恩的经济崩盘了 到现在为止 黑贤恩经济是排在全场倒数第二 仅仅比自己的队友乌妖高一点点 其实黑贤的经济被打崩了 比较少见 一般来说比较少见 只不过这样比赛他对线的这个英雄确实挺头疼的 对方是一个小鹿 小鹿这个英雄在前期对线你的这个李子顿等级低的时候 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欢向合击来反补 这样的话你拿不到什么正补 你去断兵的时候 萨尔英雄在前期的技能 又是突出一个伤害高 对吧 总伤害很高 所以又很难去在这个线上去断兵能站得住 所以神仅比较大招直接上来 打一套 黄神这个地方赶紧把自己的隐身服吃出来 不过已经半血多没了 这个就没必要去露头了吧 这个露头要死的 这个地方如果赶露头的话 两标上 就在家里用心仙真的直接炸死了 现在下路这个小强走了 小强走的话 这边炸一下 被对方这个皮弹了一下 不过问题不大 才往前追 神仇这个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个板没板到 防守这边非常极限的一个滚 躲开了对方的板和这个神灵武士的一个追杀 然后马上发个语音朝本一波 小强打出来了一个铁铲 小强铁铲 小强这样比赛的经济呢 会随着他进入到野区呢 进入一个快速增长 但是他的快速增长 会同时出现一个对方黑弦的经济快速增长 然后再加上小强这个英雄 这段时间没有继续在下路去战线 小强自己一个人在下路跟这个火猫兑现的话呢 火猫的经济增长你是挡不住的 这两个人会打成一个护肥 而且如果神牛支援过来的话 那么小弩是挺危险的 当然了 火猫这个英雄 这场比赛他会因为 对方小弩在下路的 这个耗血 现在这个耗血能力过强 在这个火猫等级 再高一点之前 还是会比较难受 而且他如果贴不到这个小弩身上的话 没有对我来帮也不行 阿斯卡目前是双护二加一个假腿 没有出第三个护二的意思 看看这里蹭着一边 蹭着蓝猫的经验 蓝猫一直在打对方家里的野 看看神牛这里给上 开始打这波 我把这波放 这乌妖过来 神牛一个板 阴险凝视有没有 哎 蓝猫要反杀这个神牛了 漂亮 反正这波反杀的神牛 还在杀一只小鸡 哎呦 这太漂亮了 然后他现在身上还有一个芒果 有一个芒果的话呢 只来一个乌妖 再加上一个哈斯卡 这哥俩的位置来看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 只不过乌妖没有阴险凝视 他现在身上是有一个三级的Noah 蓝猫身上没有回血的东西了 现在是有一个芒果 所以吃芒果 但是他的TP在CD 也就是说他这波应该是利用吃芒果 然后利用一个滚 尝试一下 好声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没气 这个位置 他没有TP 这个就很难跑 这个是真的太难 太难了 这玩意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把美西斯再打赏一下 打赏一下 别人口 狼猫这个地方说自己这波肯定是挂了 掉头再拼掉一个乌妖是拼不掉的 直接送塔的话给对方三个人分一波赏金 这波其实是可以给到 里德上来说是可以瓜分不少钱的 小达大家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呢 还是挡不住 因为没有人管他 自己前期的对线 尼克玛这样比赛 并不是很顺 尤其是黑咸 现在黑咸的经济 仍然是比对方的一个小强还要去 然后呢 四五号位的神牛的巫妖也并不飞 喝汤也没喝到多少汤 神灵武士 这个地方打两下 再给一下 八级的一个小露 现在身上是没有大招的 问你别是 加上一个大招 这里拉回来 抢秒 生命50位秒了 现在这里的虎猫 给上一个TC 乌妖的这个大招 弹过来的话 有一点疼 这里是开了一个皮 弹了一下 面哥又被小露打了两标 直接半血没了 这个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自己的走位 这波打完以后 现在神灵武士的经济就下来了 被小露反超 小露这个英雄其实在现在这个版本 中期结束不了比赛就是个废物 这个英雄现在必须在游戏中期把比赛结束掉 火刀就是一个废物 看看神灵武士的输出 两标上来 那个还是杀不掉 对方小露这个地方开始自己的加血 确实是回的有点快 小露等于是放弃了加自己的这个大招 然后去求了一个高等级的回血 按照这个比赛节奏打的话 尼克玛其实还是贯彻了自己 拿着这个Miracle火猫的时候的一个打法思路 就是我前期进场很多的让Miracle去参团 而不是说让Miracle这个点一直在刷 没有这样子打 这个Miracle只有给自己一个奔腾 然后直接跑就行了 蓝猫第一波控打完了以后 应该是反杀的 火猫疯过来以后 看见一个温泉 这个地方捆一手有没有 他想反杀这个黑钱吗 火猫再崩又温过来 漂亮 最后是靠着这个李子盾 最后把对方 是李子盾还是真空啊 没有真空 就是李子盾 李子盾烫掉了这个蓝猫 这样蓝猫的节奏被断一波 想到大家还是保持着自己无解肥的节奏 那么还没有和这个萨尔去进行过 最大的这个组合 神灵武士现在身上的装备 是做了两个护尔一个假腿 然后做避章 这个最近的神灵武士 我怎么印象当中 都是出三护尔的 这个双护尔打了猫 好像有点不太够用 巫妖现在手里边是有大的 这个中路伊塔可以守 巫妖的大招在现在这个阶段 还是可以行动足够 抢了一个杀张力的 神灵武又是在左侧 帮助团一波野 待会这波野怪的话 可以让火猫来清 也可以让神灵武士用来促进 巫妖给上一个冰甲 再让自己的防御塔都拐一会 看看队友要不要过来守 这个伊塔其实真的是可以守的 真的是可以守的 因为有这些大队干弹凶针 黑贤的干弹凶针运气不错 他自己就可以拿着 或者给神牛 他自己或者神牛拿着 会比较划算一点 看看是自己拿着的吗 先放包里了 火猫在上路带线 这个时候小强可以过来先手定这个火猫 诶可以直接定了 等自己的队友过来 开皮定住 一个破被动 再加一穿刺 萨尔康纳 火猫没了 火猫没了 nice 小强这个英雄拿出来以后的价值就在这 就是杀对方的这个火猫 包括杀对方的黑鸟 都可以用相同的套路 隐身过去 然后开一点自己的这个 其实解决这个东西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你别提前开火盾就行了 不提前开火盾就可以 所以 我现在一夜之秋送送了五个红灯笼 我影权小强能定了 我影权不行 我影权的时候 因为这个英雄当时处在一个无敌的状态 所以没有办法去对他的这个 英雄产生控制 中路 这边神灵武士 也被创了一下神灵武 交大直接定一下 但是小弹家来了 小弹家这个大招 可能给的不是 很理想吧 这萨尔没有大 我怎么觉得你这波团要崩啊老天 所以神灵武把这个小强的皮骗出来了 那么神灵武士带走了一个萨尔 现在是萨尔跟神灵武的一换一 萨尔跟神灵武一换一 虹猫开始往上找人 要小心留神灵武的这个皮 哎呦 这里再给人一穿二 虹猫再一个魂往上追 想要强杀了一个小强 小强 留了一个大直接利用大逃生 那么神灵武士 这里被神灵武士一个大招怼到脸上 开始输出 这个神灵武士现在因为有高等级的一个被动 所以这个小鹿尔有可能会扛不住 火猫再崩一个魂过来 有捆 这里直接带走拉米西斯 小强的这个穿刺 没有穿出来 没有穿出来的话 这个神灵武士再切一发必张 萨尔的框大留住 哎 没留住这个火猫 没留住火猫 不过后排的伤害足够 打死了对方的一个神灵武士 看这里巫妖的大招甩出来 神灵武过来追死火猫 巫妖还在跑 黑钱这块只能自保了 救不了队友了 能选择自保 可是可以这个地方 在背对方的一个小弹家的幻象在追 那么出一个被动直接砍死了 可以 触发了一个被动直接打死了 这波可以 那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呢 是完成了一波二昏四 一直又是一波血传 一波血传 而且小弹家还是保持了自己无解肥的节奏 另外这波团战实际上是在这个 藏人家体系还没有达成自己 应该有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下 这个眼差的 这个眼的位置差的还是 工资石 是二阶装备处理工资石里面 给到神牛身上 神牛现在是安顿凶尘加上工资石 很豪华的装备 现在就是等神牛的 到头 黑钱那边在做笛子 梅肯 梅肯已经有了 然后再做笛子 他实际上 他只要能把这个火猫救不下来了 萨尔没打 萨尔没打 差了十秒钟 这波可以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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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招直接铺出来就行 所以不需要了一个 赚一个大 比赛这个阵容 对于火猫的针对确实太凶了 小强一个 然后呢 萨尔拿迪亚一个 赛尼尔蓝猫这个英雄 其实他在抓火猫的时候 只要给他一个视野 他也可以作为抓火猫的先手 火猫的经济现在已经登盘了 那么只有6100块 这里 萨尔过来 大猫 这个打招好像没有 看看黑咸 哎呦 这个黑咸拉强加神牛打三个 神灵武士买活 火猫过来收割 呦 是这样 我的天哪 神灵武士这波买活 其实没有必要 但是可以打盾 他这个买活 就是对团战没有什么帮助 但是他可以打盾 呦 是这个黑咸拉强加神牛挑大 还不是跳大 这个还是个走大 神牛打了1500 火猫直接崩个三魂上来 把这个爆发拉满 哎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波打完了以后 EG 因为他的团战资本 并不是人数 他的团战资本 是小雷迦和萨尔的大招 没有这个威胁的话 你就是买活 对方也不怕你 在这个情况下 你能自己看着尼克曼战队过来打盾 因为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尼克曼战队虽然说是 反打了对方一波小层面 但是代价也很大 团队的经济并没有因此拉近 反而是来到了5000多块 这方的小雷迦 18分半已经是有了10800的经济 非常非常悲哩小雷迦 闪尸 分身斧加上一个假腿 那胸针还有一个鞋垫 装备真的豪华 这个小雷迦 蓝猫装备也不错 假腿加上雪晶石出了一多半了 那么还有一个鱼网 来增加自己的属性 表露露现在身上是一个挑战 加上一个魔龙枪 假腿护腕 然后准备去出笛子 出单笛子有做BKB 黑贤现在身上距离敌队 还是有一段距离 暂时双方的这个正面团战的一个资本差不太多 主要还是看EG的 接下来起波这个萨尔大家的组合 能打出效果 这里萨尔在自己临死之前 框住了这个神经济尸 这个神经济尸 有机会切出臂章吗 又切出来了一次臂章 还是没死吗 这里给上一个奔腾 这W33这两波这个臂章切的 是真的有点极限 这里一个TC捆住我 神灵武士大招上滑 直接秒掉小强 这波看一下 这里又回头接了一个小鹿的标 小鹿这个一标扔出来以后 是直接回头尽可能拉远 跟这个神灵武士的距离 想要利用这一标直接标死对方 因为第二标可能距离够了 所以他选择直接回头 尽量把第一标的伤害拉满 但是伤害差了一点点 这波神灵武士一个人是吃了最多的伤害 打了最高的处处 对了三才能够死 照顾这里又是神牛 配合黑钱和乌妖三个人完成了对蓝猫的一次击杀 这波神牛还没有交大 乌妖交了个大 乌妖是一个一级的阴线凌射 然后加上队友的控制 加上帅着一个大招 把蓝猫直接击杀掉了 这波打完了有团队经济差势 直接缩小到了两千多块 而且神灵武士神灵武士 还有很长时间 可以看看能不能退ward他 这火猫无形权 再封一个魂 诶 这尴尬了 这火猫走不掉了这波 这被单杀了我去 真是尴尬的 火猫被想到人家单杀了 确实从经济上差的二略多 这中路过来定一下 强杀小鹿 小鹿这个地方 一心凝确再定一下 小男嘉开大留住 哎呦 这个位置完了 三个人全中 萨尔康大 那黑贤过来买一口 第一时间先秒掉这些神牛 口给这被打掉以后 W33转身继续去杀小鹿 但是被皮定了一下 买活了两个人 这波还要打 这波因为要交盾 W33这个地方身上有盾 交完盾以后 对手全体买活 过来去迎接这个W33 因为知道对方是萨尔康大 这个大招体系 没有了这两个技能 正面能打不过我 然后双方团队经济杀 又是直接拉开到路前面 这波好在是火猫 这波团战没有死 因为火猫没在 没在 要在的话攻击也够强 这买活有点不理智吧 这个如果不买活 结果就是 1050两条命 交在这儿 他买活是为了保 1050这条命 但是在没有这个 萨尔大加大招的情况下 1G正面团是不敢接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尼克马战队 是果断的选择过来 去拆你的这个中路二塔 这场比赛尼克马战术很 思路很清晰 只是我知道你是大招流体系 那我就强行用这个 买活来跟你去接团 你萨尔大加底气 打死我哪个英雄 我就哪个英雄买活 然后回来就接着跟你打他 这个是一个队伍执行力的问题 他有这个执行力 说明这支队伍的思路很清晰 中国战队的这个买活一直是 这个问题比较大 经常会出现 尤其是首高的买活 这个不想提前买 觉得提前买了 对方就撤了就白买了 但其实如果你这个不买 我们见过无数次比赛 就是自己觉得我不买 然后呢 等到对方上到高地上以后 自己的酱油在前面吃低波伤害 然后让他去买活 来给我切第二波 结果等你买活的时候 酱油已经死了 然后就变成了胡拉九爷爷 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比比结实 就是好好的一个买活反打 然后变成胡拉九爷爷 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比比结实 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比赛当中比赛 还有一点小时比赛到东西 之类的 Radiant's middle tower shouldn't have to take this abuse are those cracks in Dyer's top tower Dyer's snow fortified their structures they're beating on Dyer's top tower 他说今天打算播到什么时候 今天打算播两轮BO3两个BOE 播到松城的比赛结束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就是说最后的两轮BOE我是不播的 播两个BOE然后就收拾 因为明天是四个BO3 如果没记错到明后天都是四个BO3 所以这个在明后天的体能消耗上会很大 Radiant'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在双方的团队经济差有5000块 都是小老家这边拉出来的 黑咸的经济现在已经追平了蓝猫 三后卫的小鹿经济增长的速度 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缓慢的阶段 因为别的英雄都有这个加快自己farm速度的能力 只有小鹿 小鹿这个英雄他的刷钱一直是一个硬伤 我说他不能够去成为一个常驻的大哥位 其实你说之前这个英雄的大招 伤害又高又是纯粹伤害还无视魔免 对吧这么变态的一个英雄 为什么不能够成为一个常驻大哥位 就是刷不起来 所以一般就拿他打三四号位 然后那么让他慢慢狗 如果说这个游戏的前中期 小鹿这个英雄打得很顺 那么比较早的拿出来一些装备就可以开始发挥作用 如果他前中期没有说能够打出来很高的输出 这个英雄至少还可以当做一个比较不错的辅助位 前期也能挂线能挂人 后期你让等资把自己的一些装备等下以后 他还能对对方的大哥形成有效的威胁 但是节奏比较快的比赛的话 小鹿这个英雄一般就不上场了 因为没啥用 他最早开发出来的时候 目的也是为了去克制对方的老陈 但是现在的老陈打法也变了 比赛又出了一个致灭 又出了一个致灭 致灭是在小鹿身上 今天武士身上出了一个毁灭灵球 现在是天堂毁灵灵球 加上一个毁章 再去毁章 卡丹家的这个散尸幻象对于火猫的力量还很大 火猫这边身上也是有一个致灭 但是还没有掏出来 那这样比赛的一个致灭 会不会继续给这个神灵武士呢 火猫的无影拳会触发致灭吧 火猫的无影拳会触发致灭吧 我没有尝试 没有错试 但是应该可以 因为火猫的这个无影拳会触发所有的攻击特效 你想他的无影拳连这个 连狂战都能触发 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你知道吧 绝大多数的这种在判定上判定为普通攻击的这种技能 他都是可以触发大部分的这个攻击特效 但是不触发狂战 唯独火猫这个他是可以触发狂战的 有观众说会触发我试过了 咱们这边有观众试过了 就这样的观众给出的这个答案我就很欣赏 真的很喜欢 有时候我给出一个答案的原因是因为我试过了 所以一般我没试过的 我会提前告诉大家我没有试过 然后我会告诉大家 根据这个比赛的 游戏的这个机制分析 我觉得会是什么样 所以一般我不会在自己没实验的情况下 给大家给出一个结论 这很容易打脸的 蓝猫这里打出了一个魔力箭袋 看看小强又跑上来来找这个火猫来了 那大家也过来了 这抓住一个巫妖 那一个巫妖巫妖用他的命换了这个另外两个大哥的命 这也可以接受 火猫里边选择出了一个BKB 现在的团战点就是 萨尔的A仗已经出来了 如果萨尔的A已经有了的话 这个团战对于尼克马来说就非常非常难打了 特别的吃现在他们整个团队的一个买活 小弹家身上的装备也是相当的豪华 冰眼加上散尸分身 然后再准备出蝴蝶 这里面还有一个巨神残铁 哈斯卡拿出了BKB 但是他们这两个大哥的BKB出的时间 跟对方萨尔的A仗出的时间是一样的 这个比赛就难打了 现在尼克马战队是 这场比赛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蓝猫直接飞上来找这个神牛 没找到神牛已经tb回家了 葫芦放暑假了 葫芦距离放暑假大概还有半年吧 现在是从买活来看的话 那么火猫和神灵武士的买活 是现在他们团战的资本 比如说EG现在的团战资本 是萨尔那加神器 尼克马的团战资本 是火猫和神灵买活 这是双方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区别在于哪呢 如果尼克马没有买活 那么对方打完了就可以推你的塔 如果你有买活的话 那么买活回来 你可以推对面的塔 区别小就在这 比赛哈斯卡的这个出装 他需要赶紧称一称护甲 赶紧称一称护甲 这个护甲实在是太大了 我感觉现在这个神灵武士 如果不放技能的话 可能连想到大家的幻象都打不过 对面弄个三个幻象过来 这个神灵武士有可能是要被幻象的意思 这两个大标给上来以后呢 致灭是在小鹿身上 直接打出了一个沉默 而这个小鸡 这个小鸡 黑鸭把小鸡给偷掉了 他被偷掉以后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真眼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真眼上面 这方小强的这个开皮来找人 尤其是我们这边又是火盾 又是医祖盾 又是兵甲的 这个东西还是挺着命的 看大家这边的幻象 也是有点个硬人啊 急速太快了 哦呦 蓝猫这边过来直接抓一个 看了 直接抓了一个 就得想到大家开一个大招过来 但你没吹出大哥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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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团战崩 这波团战已崩 好吧 想到大家这个地方开自己的分身 但是无影权神灵焦大 瞬间所有方向全秒 火猫捆住 没钱 这个位置没着地点技能 因为对方开启了BGB 小鹿开启了BKB 有火猫 这个地方崩一个魂被对方穿刺 走一下 还能再继续往前追 就一个小强 我还真就不信 你今天不开大能跑得了 但是你开了大肯定就能走了 是不是 我是一个很靠谱的主播 绝对不打 好主播 对吧 不打狂语 好的主播是什么 就是能随时观察到 场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和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比如说刚才这个小强 他的大招CD还有三秒钟 好主播 我知道是王 知道那个字念 念我王 说出来的话还能拐弯啊 借着排水区就过了一个弯啊 不过这波团战其实打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团队经济差 也只是从 八千多 对吧 从八千多回到了这个五千家 仍然是EG里边领先一些经济 但是这个经济领先的点全都是在于 这个小弹家一个人身上 这个效果就比较难受了 而且刚才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床神受到了RTC的感召 跑到了这个山上 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对了 就不要去想着搞那么多大新闻 就太太实实的睡 然后框大把里面的这个大哥弄死一个 就完事了 因为游戏到了三十多分钟的时候 双方大哥的复活时间普遍要在60秒以上 那么也就意味着对方复活以后 你的这个散染加大招的CT就都赚好了 只要对方没有第一时间买活过来反打 你就是绝对有能力去等到自己下一个大的 不过对于EG而言的话 他们的这个框大都用完了以后 也就意味着他们会进入到自己一个 比较疲软的一个阶段 我刚才说不推坦吗 不是不推是推不了 没有萨尔南加大 你觉得EG这个阵容 谁去推坦 你会在这里 你这个阵容 今天还可怜 对方能不能关注 你mer YES 火猫这场比赛其实这个没事就开着火盾的这个习惯 给改改 令萨尔给上一个框 但是感觉这波不行 位置太深了 那你位置太深了 你还想走啊 天真的会死 天真的不行 你看这就是EG啊 就是萨尔那家的这个脾气 用的还是不行 说实话 乱用 这个就是乱用 你自己队友都不在的情况下 这个东西就好像是攻在弦上 你攻在弦上不得不发 你只要这个技能放了 就一定要把它放彻底了 你不把它放彻底了 那肯定是要憋回来把自己憋死的 神牛现在身上是跳刀BKB 然后巫妖这边是一个威光披风 黑贤身上是跳刀没肯敌的 夏天都没做兵甲 萨尔加这波被击杀掉 萨尔已经复活了 萨尔等级低活得快已经活了 但是现在还有20秒钟跳个大招 W33已经可以开始上高 去弩你是高地塔了 它就没有大家复合 神牛有一个板 火猫一个TC捆住 你直接把你BKB打出来 W33这个地方好危险 威光披风披风披手火猫TC掩护 M010P F6定回来 但是W33这个加油线实际上还有肉山盾的 叫盾吗 肉山盾的时间应该是马上到了 这边还是被打掉 其实这个肉山盾真的就只剩两秒钟 就没了 但中路高地塔高破 无损高破了中路高地塔 这个肉山盾就算是没被打掉 过两秒钟也要消失了 真的就差了两秒钟 实实在在了两秒钟 把你的圣坛拆掉 圣坛拆了 这个外边的一个 控制范围就出问题了 EG这边要赶紧去开雾找人 开雾找人 这波开雾找人 还真是个好机会啊 你别说 这波我怎么感觉 这个开雾找人 如果找到的话 Nigma这边要掉高地 要被破高地了 跟着破两路的有可能 如果一旦被对方找到人的话 没买活的 这双大哥没买活 要被找到人的话太危险了 但所有的人都在往回缩 所有的人都在往回缩 只有巫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浪 准备去利用巫妖的这条命 来把对方的这个开雾的问题给解决掉 大尔之里把你的眼给你排了 眼下开雾 他们其实原本是没有眼下开的 为了过去找那小的家 给扫描扫一下火猫给上一个雾泉 对方也是在这插了一个眼 也有可能Nigma也要眼下开雾 也有眼下开雾的概率 火猫 火猫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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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猫就没秒了 火猫没秒的话 火猫没有买活 这个就不能上了 只被秒掉一个火猫的话 高地倒是没有危险 而且对方并不知道火猫没有买活 DG并不知道对方火猫没有买活 所以对方这个也是只能是利用这段时间压一下你的人员站位 而且关键问题在于萨尔那家大招都没了的情况下 你连就是逼迫对方火猫买活的资本都没有 这个就干啥了 空一波40分钟的前勺战和神符 继续拉开一下双方团队经济差 因为现在这个神符比较值钱 一个神符全队加600呀等于 四个神符全队就2000多 那说火猫可以出火猫吗 可以呀 其实打萨尔那家体系出有红之法 反正是一个很不错的掌飞权 里又是一波开悟 因为萨尔那家大招CD基本上已经赚好了 再出来抓一个 萨尔那家组合的比较舒服的地方就是在这儿 在游戏越到了后期 这个技能就这个这个组合越强 那杀里的人的话成分很低 你才用那个组合大多位 这波神灵武士是有满活的 而且火猫已经不活了 所以这个高地还是上不去 但是就是依靠萨尔那家不停的去 瞄你的这个大哥卫 出了一个魔力明灯 然后小翔那边身上是一个带了一个大纤火 这神灵武给上一个板拖一拖时间 有火猫在萨尔的大招 现在在CD当中的话 应该是不会强身上高的 磨掉一个下路血不多的高地塔 然后回来就拆个床弹就可以了 那观众问这个魔力明灯什么效果 魔力明灯会在你被击杀的时候 会不会在你这个血量低于15%的时候 给你回一个血 相当于一个倒的免死吧 只要对方的这一次伤害不是过高 那么基本上可以给你实现一个短暂的免死效果 在神灵武还有40秒左右的一个播时间 想大家开始用自己的这个幻象 来去磨你的这个高地塔 这个磨高地塔的这个套路 其实是液体以前经常用的 那有萨尔的出的法蟲镜 这个东西就有点厉害了 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点厉害了 让他过来控肉山盾 这个肉山盾控到手的话 尼克玛战队这个正面团就不好打了 看看这波开悟 神灵武士现在复活以后 选择踢到这个中路的一塔 然后火猫进来以后感觉来不及了 应该已经打完了 这个火猫一个魂直接找萨尔 神灵跳大先秒萨尔 这个萨尔这个地方 魔力明灯扛了一下进来抢盾 RTC拿到肉山盾 但是肉山是被这个尼克玛打掉的 看看火猫追出去 强杀这个想要强杀这个火猫 蓝猫就是想强杀火猫 这里给上一个紫苑 这个火猫没了 火猫要买活了吗 准备火猫被打死以后 黑咸这里一个拉 但是效果不好 火猫选择了买活 小强也选择了买活 黑咸已经赶到战场 蓝猫在疯狂的秀 想得大家跟这个蓝猫两个人 再输出神灵武士 神灵武士也被打死了 神灵武士要不要买 这波神灵武士要不要买 巫妖也被打死了 那黑咸和火猫两个人买活 这波都白买了 相当于 蓝猫这也再过来抓一个 再过来抓一个 火猫没了 火猫并没有白买 火猫没了 火猫没了 火猫买活死 这个团战打完的话 就好打了 因为这波团战最终的结果 是对方打了 一波你二换五 其中火猫的又买活死 团队经济差一下 是拉开到了两万 神灵武士要提前买 不买的话 这个中国高地白给他 而且他不买的话 对方要至少破掉两路 当然买了 对方应该也能破掉两路 这里开一个塔防 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像 加飞猫这样的英雄 可以去强行守高 这样比赛应该是 EG拿下了 现在看不到 尼克马战队转时 现在能够翻盘的希望 大家下一个装备 准备出的是雪奇 再多一个沉默 把那个火猫给你控到死 萨尔大招是因为有棱镜 他那个棱镜 有棱镜以后 cd太短了 十年五世的买活 十年五世的买活 下一波如果再死一次的话 好像钱就不够了 两路高地高破 看看EG要不要直接过来破第三路 因为第三路现在也可以拆 火猫还有很长时间 十年五世现在复活以后 还是有买活 那么可以去上次吃一波技能 一个大招上来 找这个小辣家 开BKB 跟小辣家硬刚一波 这两个人都是开始BKB在护嘴 看看神牛 哦 这个以往一个一穿二仿二仿二 碰大 完美 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 这样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了 已经不可能出现意外了 这一只神牛被打死以后 选择了百活 乌妖这里临死之间 把自己的技能甩光 不过对方双大哥开始BKB 也是没有打赛 足够多的伤害 神牛是被打西杀掉以后 这里神牛一个跳大 留住 先打掉对方的肉山盾 但是蓝猫是被一个推队救下来 等大家起来以后直接开大 然后集体撤退 开大以后集体撤退 一个都留不住 那没办法了 现在超级兵了 超级兵了 双方团队经级差达开到了三万 而且有超级兵 传统异能败者祖 这场比赛已经不需要说再等一个盾了 完全不需要等盾 他们现在马上就可以推上来 对于EG来说 现在马上五个人爆头中路推上来 这比赛系统了 因为想在家大招CD快好了 萨尔手里边钻上大招的情况下 这个尼克曼战队是没法跟你开团的 任何一个先手控制上来以后 加上一个萨尔大 这就是一条人命 蓝猫这里飞上来以后 直接把你的BKB给你下出来 这个地方W3在如果不提前给BKB的话 有可能要被蓝猫拉一下 然后再加上萨尔框纳就没了 让你平时兵回去 蓝猫这里直接拉三个 直接给上 带走 别人给我开起BKB 封一个魂往家走 被蓝猫直接冲拳了 一个TC给一下 但W3已经没有了 对方直接冲出来 XDD就可以了 蓝猫直接过来秀一下 萨尔给将一个框纳 蓝猫 虎猫直接被定过 小权一穿刺 直接带走 直以 让恭喜EG 这辆比赛利用萨尔达加神器的组合 都是拿下了比赛 其实这辆比赛 尼克曼战队在处理萨尔达加的时候 打的还算是比较成功 但是在肉山团 那不是肉山团上面 这个我觉得尼克曼应该在最后一波肉山团上面 做的不太好 第一个是他们冲上去的时候 并不是五个人全到的 当时他们是火猫带队四个人到 然后神灵武士是后复活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在火猫买活 然后再加上这个其他队友买活以后 W33并没有买 其实对方萨尔达加的技能都用了以后 达罗33当时买活 就是说尼克曼战队五人全体买活 赶回到战场的话 并不是完全不能打 是可以打的 对方这个阵容在没有萨尔达加体系的情况下 尼克曼战队完全可以在正面团跟对方去拼一下 因为那个情况下 如果你不买活的话 结果一定是被对方就是这样平推上来 你是挡不住的 好了那么这样了 双方的第二场比赛结束 我是桑老大叔 双方战成1比1平 我们可以稍住休息看到另外战队和EG的第三场 稍住休息 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